丶例子, für follow-up question A random sample 1 2 3 10 14 is taken from a population find the sample mean and sample variance 你可以按下櫈按答案 首先你停止這個影片 試一下按答案 我能按到這個數字就是310 然後按到這個數字是6 然後按到這個數字是5.700877125 按完這些數字之後我才開始計算 基本上你有背公式的話應該不會做錯 先是SampleMean Mean很簡單就是全部加進去 然後除5 按Kelta也能出到6 當然也相信是Kelta 接著到SampleVariance 1²加2²加3²加10²加14² 這數字應該按Kelta是310 因為根據我進入資料就告訴我們 然後就減5乘以Min² Min剛才計算到6 然後除N-1 即是有5個資料減1 如果你怕自己背錯公式的話 其實你可以按一按Kelta confirm一次 如無意外 你按到答案是32.5 記得檢查答案 把你按出來的東西 take square root開放 我檢查到是5.7008 即是代表我沒有按錯Kelta 那我就做完這一條了 Example5 Follow-up questions Language teacher wish to study the reading habits of the student in his school he picked a random sample 10 students so you can see that given this one is N and then these are the data and then from this sample data estimate the mean and variance spent on the reading newspaper on a particular day for all the students in his school 第二條題目叫你計算 sample mean和variance 然後用sample mean和variance 去估計 population的mean和variance 跟剛才那一題是一樣的 你可以停一停這個影片 試試自己做 這條和剛才那條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的 就是按Kelta 出了答案 我把答案Square 我先知道答案 接著我才開始計算 順便可以檢查答案 最後拿回結論 就完成了 Question 6 Follow-up questions If I select a random sample of 10 movies and find that we have these two data and find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these ten movies 這個字眼非常之重要 他是問這十套戲裡面 究竟sample和variance是多少 在這個情況下 就當這十套電影就是population 他現在是問你這十套電影 就不是想問整間DVD店 所以Part A要注意 你就要當這十套戲是population 去看待 Min先 Min很簡單 就是把total除掉十套電影 他已經告訴你 深了的話是1200 他不是提供10個資料給你 然後要你加起來 他已經幫你加好 所以你就這樣除十就可以 接著就是variance 記住現在我當過十套是population 所以就不用除N-1 就這樣除N就可以了 當它是population OK 就會是sum of the square of x 就是這個數字 又是一樣他已經幫你加好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加 減N就是10 乘以min的square min就是120 接著就按counter 按到答案就是48 單位就是minute minute square 其實我不太知道可不可以寫minute square 還是應該寫square minute 不過我想應該不會扣分 接著就到Part B Part B就是叫你estimate variance of all the movies in the DVD 今次就是叫你當這些是sample 然後就叫你找個variance 而這個variance 是用來估計整間DVD店 在這個時候 它就變成是sample的variance 如果是sample的variance 公式跟上面是一樣的分子 但份母就要留意是N-1 又一樣我要按一按counter 按到答案就是444.4 這樣就完成了 Example 7 Full up 櫃檯顯示給你看 就是拿優點的同學 有30個 代表有14個是0 9個是1 5個是2 2個是3 給了你N是30 而且這個是frequency 這條之前都做過 所以我不再重複了 我提一提你 例如按counter 這裡有14個0 按counter就是0分好14 當然你可以入0 入14次 也可以 這裡總共有30個data 代表這裡 審定是30個 接著我們可以做部分A 我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因為部分A跟之前的題目一樣 有步驟也是先按counter 看看答案 接著你先做 如果發現有錯的話 你也可以即時檢查到有錯 我先說一下部分B 部分B 部分B就是說 有10個學生加多了進來 那 Sample mean 和Sample variance 就是1.7 和0.9 這條題目就問你 新的Sample mean 和Variance 是1.4 的共有40學生 看到這個 你應該會知道 這是共有40個學生 可以知道 這是共有40個學生 可以知道 這是共有40個學生 可以知道 這是共有40個學生 因為Core我調查數據時 其實也拍了很多影片 幫同學溫習初中的數據部分 如果你真的忘記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看看Core的數據 讓你可能知道更多 你計算這邊便會更好 我在這個影片也溫習一下 Mean的解決是什麼 Mean的公式是 sum of all data 把所有的數據加起來 隨意數據數據 這個位置是mean 如果我想計算sum of data 同樣地我可以把n乘的mean 也可以計算 轉換一下公式 我可以計算sum of data 所以我可以計算sum of data 按照抄 但身家的那10個人 雖然我不知道 我可以知道 全數據數據是多少 0、1、2、3 雖然不知道 新來的10個學生是怎樣 但我知道了是10個學生 以及mean是1.7 所以我可以計算 如果我知道這個是10 知道這個是1.7 可以計算數據數據 可以計算數據 可以將新的數據 統計 數據數據 統計後 把數據數據 我便可以计算新的平均 按Counter便出到1.05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SampleVariant SampleVariant的公式是这样的 如果题目给了我Variant是0.9 给了我10个学生 然后给了我1.7 其实我可以凭这两个数据 其实我可以计算 sum of square of data 就是0.9乘10-1 然后再加10乘1.7 我转换一下 我便可以凭这一条公式 我便可以计算到这一条 其实跟上面很像 计算了一条equation 今次我不是叫你计算平均 今次是给了平均 反而叫你求算数的数据 然后我又可以找到 就是sum of square 所以旧的 bekendometer 有我可以计算 The smart time 内计别淡 但我可以憑著它給我一個Variance 我可以找出來 我可以計算份子 份母有40個學生 所以N-1就是40-1 按Kelta出來就會是 1.023 076923 即是1.02 這樣就完成了